我们可以看到H股整个板块里面 昨天有各大比较主要的一些大的板块 上升或者是反弹的幅度都比较大 里面就比如说有资源类的和汽车板块 还有金融板块和保险板块 我们可以看到资源类的股票来说 整个资源类的股票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 由于黄金的价格的上升 还有其他有色金属或者是铁矿石的一些价格 都是比较强硬的话 资源类的股票来说 现在还是有一个比较强劲的势头 再加上煤矿股的一个整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 长远中长期来看都是比较绅士比较凌厉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保险类股 之前有中国人受公布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喜讯 它的整个的收入来说会有两倍的一个增幅 这样的一个信息也是提振整个一个板块 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板块里面 现在是炒作的是比较活跃的 可以看到除了在销售数据有比较好的一个正面的影响之外 汽车板块的一些股份还有收购和兼并的一些活动 整个对于这个大师来说也是比较正面的 从这些观点来看 整个H股板块的话 还是有一个比较中线的一个长远的一个支持作用 所以来说还是可以支撑住一个大师的 这里不是真的因为宽线儿enas导致而是 entitled 这个大师的呗筠 您 gangnam的这个大师吗 很关agting 不管 如果这么不解釀 同学